找一下 比如我找一个小 OK 这边的话 切一下 好 所以按个确定 那自动会帮我产生一个小 但是这里面的话可能会有小咪小张 有没有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就关键字 那或者是说呢我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 老 老啊这一个 找 算了 反正就这样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话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筛选 比如说熊 熊应该就英雄 OK 有没有 就英雄 OK 那当然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主要是针对什么 筛选业务 如果你要筛选产业别的话 其实城市非常好改 只要改一个地方吧 对变四就好了 然后四变成五就是产品 太简单了吧 对不对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可能会有有些地方不一样 哪些地方不一样 如果你里面是放文字的话 他这边会是文字筛选 有没有 但如果说你今天呢里面是放数字的话 他这边就变数字筛选 数字的话可以比大比小 比介于的 有没有 文字不行 所以呢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日期 如果你里面是放日期的话 他这边是日期筛选 有这么多条件 那你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反正每个栏位你要怎么筛选 马上就可以筛选出来 所以哦 以后Excel里面的资料 都可以把它拿来当资料不一样 快速的建立出你要的查询系统 哇那这样以后你要找什么 很快就可以找出来 报表马上品块可以做出来 再配合枢纽分析表 图也可以做出来的 枢纽分析图 枢纽分析表 对马上通通都有了 这样感觉哇这很棒 其实这哪里Excel已经够好用了 只是说我发现很多人 里面的功能还不熟悉 他已经提供给你非常power的功能 但是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用的功能 然后你去找别的工具 学别的城市 学半天之后发现 原来这里面就有了 我干嘛学半天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不只用一个工具 我是多工具 所以我们是多工具人 会用很多工具的人 OK 那当然我大概知道说 其实这就已经很好用了 我发现不用舍尽求远 OK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那个关键字的查询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改一下 我一样会把那个 这个就是 城市部分的话 我会放在云端上 你会参考 试一下关键 那另外的话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筛选产品 再来等一下就要来看 就是说房呆的部分 那房呆的话基本上 这边可能可以想到的问题 大概就是说 比如说里面已经有某一个工作表 你又再输入一次的话 那怎么办 OK已经存在了 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他没有填任何资料 就按确定 那也不OK 或者是说呢 那查询之后呢 一笔结果都没有的话 查无结果 那你要怎么 那你就不用帮他 新一个工作表 新一个工作表里面完全没东西 那等于有点 这个白做工的感觉 所以假设想到 可能会有三种 可以防呆的问题 但是要如何解决 这三个问题 这个我想也请各位先想想看 好